一年一度在洛杉矶线的拼字比赛在阿罕布拉市盛大举行 小选手们个个都摩拳擦掌 希望能够有最好的表现 明亮的黄黑主色调 可爱的蜜蜂主题装饰 第十二届洛宪拼字比赛在阿罕布拉市的Almantzor Corps盛大举行 来自洛宪26个小学学区的拼字冠军选手在这里一笔高下 Spelling Bee活动是一个多半以儿童为对象的英语拼字竞技游戏 不仅考验了小选手的词汇量 同时也考验了他们的技巧和心理素质 经过激烈角逐 来自屋主威尔森 Middle School的六年级学生 June Mussolin获得冠军 他们在四年到六年 每个学生在四年到六年到六年到六年都可以选择 只要他们在区域的赛者 Spelling used to be seen as sort of a rote memorization And really spelling is more about word knowledge What you understand about words Your deeper knowledge of word meanings And ultimately the students who win the competition Are usually students who read a lot And who have done more than just memorize list of words 选手们是来自于洛杉矶县的公立私立学校 四到六年级的学生 而大部分的参算选手都来自于六年级 为了准备这次比赛 学生们需要背诵瓷库 拉丁瓷根 以及多读许多的读物 根据以往来看 每年的冠军都是最爱读书的学生 小蜜蜂拼自大赛采用淘汰赛制 一字定输赢 来自洛县25个学区四到六年级的参赛学生 拼错一个字母就会被罚出场外 很多词汇并不是经常用到 这不仅是对小朋友知识量的考验 在紧张的气氛下 小朋友们更要临危不乱 透过比赛允许的提示方式准确的拼出单词 中方电视采访报道